Ocam的使用 它是一个桌面录影的软体 就是它可以把你的电脑的画面整个录下来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教学在画面上呈现就可以 那直接在Google上面打Ocam 就可以找到官方的网站 这个 点进来之后呢 在它的桌面 在它的上面工具列 功能表里面就有一个Ocam 然后这边有个Download 你就直接按下载 然后这边介绍完它的软体之后 这边就可以免费下载 那你稍微看一下它的license 就是它是你可以在家自己一个人用 没问题 但是就是不能 这个应该就不能拿去贩卖 不能卖钱 所以你可以下载这几个版本都没问题 那我们就直接下载执行档 下载好之后呢 直接在下载资料夹里面点选安装 然后繁体中文按确定 那这边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Ocam 以前它会把那个挖矿机给包进来 所以你在安装的过程中你要稍微留意一下 看一下授权 或者是注意一下旁边其他的选项 如果有发现有那个挖矿机的选 同意安装的选项 那个GoGo要拿掉 下一步 好 它这样子就装好了 那装好之后它会自动启动 那启动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它的四个 它的周边就会有那个绿色的点 中间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十字 十字形的箭头 那这个就是表示说 它的录影范围 那一开始呢 我们要在录影之前 我们要做一下简单的设定 第一个是录制区域 那我们通常会选全萤幕 因为现在新的笔电 大部分都是1920x1080p 这样的解析度录下来的 通常YouTube里面就可以选1080 那第二个声音选项 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因为有人常常录音录完了 结果发现没录到声音 这里可以选择你要不要录 系统的声音 就是从电脑里面发出来的声音 包括软体所产生的声音 那这边是麦克风的选项 那这边会出现你所拥有的麦克风 那我们可以选内建的 或者是外接的麦克风都可以 那有选麦克风 它才会把你的麦克风的声音录进去 那么再来我们来看一下选项这边的一些简单的设定 那这边跟我就讲跟各位比较有关系的 首先在录制的部分 这边一般来讲我们是没有做调整的 那除非说你的原声的笔电或者电脑解析度太低 那没有达到1080p的解析度 那我们会在这边录完 就是在录的过程中 把它直接把解析度上拉去做调整 这样子也可以 但是还是会受限你原来的品质 那在声音的部分呢 这里就没得选了 就是选左右声道 好 然后在快速键的地方 这稍微了解一下 那如果你要使用快速键 就直接按按钮 它就可以开始录 然后再按那个按钮 就可以停止录影 会是比较好的做法 但是你要习惯 那如果你没有用快速键的话 一般我们就是按了录制之后 再把这个画面藏起来 然后要停止的时候 把这画面叫出来按停止 那缺点就是你要把那个片子的头跟尾 把它剪掉 好 那效果的部分这边倒是蛮重要的 一般我们会把游标的大小把它加大 把它加大 这样子那个同学在看你的录影画面的时候 比较早的到你的按钮 你的那个箭头游标现在在哪里 所以这个地方我会做特别加大的处理 那另外按滑鼠的左键右键你要不要有醒目的提示效果 这个都可以做设定 然后储存的位置 你可以预设一个资料夹把档案都存在那边 然后它档案名称会自动产生 你也可以在这边做预设 那这个东西就尽量不要改 这个是它的一些参数 月日10分秒第几个录影档等等 然后这个通常我没有启动时间限制 然后你可以加浮水印 那浮水印必须用涂档 比如说你这个是花莲线的 那你可以加一个花莲线的logo在某一个角落 然后它也可以把你的网路摄影机 就是如果你想在录影的过程中 让你的影像出现在画面的某一个部分 你也可以去指定你会用哪一个摄影机 然后我要出现在哪一个角落 影片那个画面多大 这个都可以选 那另外效能的部分呢 我们如果你电脑很慢 因为它这个其实还有点吃你的电脑效能 所以我们一般都让它自动 那如果你的电脑 其实都自动就可以了 那你也不需要用到8 你的电脑如果有8核的 你也尽量不要用到8核 用一半就好 因为你要录的那个过程 教学的过程 它还是需要CPU去运作 所以至少一半 顶多一半就好 那这个语言是指这个操作的界面 那这是有关设定的部分 那当你设定好之后 之后你所要录的影片你就直接按录制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去做讲解 比如说我现在开这个MetriMixer 你就假装你现在在上课 然后所有的影片 所有的动作都会在这个画面上做操作 然后操作讲解完之后 讲解完之后就按停止 停止完之后 它就会把影片存好 那会存在哪里 会存在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录的内容 你可以打开来检视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去做讲解 比如说我现在开这个MetriMixer 那这个就是 你就假装你现在在上课 然后所有的影片 所有的动作都会在 这是1080P的解析 然后操作讲解完之后 讲解完之后就按停止 所以如果你刚刚是用快捷键 它基本上这个画面不会在上面 所以如果你刚刚没有用快捷键 你的开始跟结束都会多了这个画面 这个视窗的画面 那你就要用那个比如说格式工厂 去把头跟尾剪掉 那这一个桌面录影的软体 大概就是这样 蛮简单 蛮简单可以使用的 非常简单 那这个画面就会不见 那你一样就开始做讲解 比如说我要讲新制图的什么东西 那讲完之后呢 Evercam的快捷键是F12 那我就可以把Evercam的快捷键按下去